歡迎大家回到我們今晚樂器迷的時間 今晚繼續有我們的節目主持阿軒 還有差不多兩三個星期沒時間回來做節目的阿朗 終於阿朗終於歸隊了 剛剛跟大家送上的這首是The Sibling的Stairway to Heaven 為何會選擇這首歌呢?當然是齊巴林飛船 也公認是搖滾樂界的一支隊伍 這首歌也是想送給剛剛我們一位朋友過了 這首歌是送給他的 今晚的節目主題大家都見到 這首歌是搖滾樂雨露Vol.2 為何是Vol.2呢? 因為我們三年前樂器迷 剛剛開始做的時候 有一集搖滾樂雨露已經做過 那時候這張poster是阿朗琳自己親自畫的 這麼厲害? 是她自己畫的 很帥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到Youtube頻道 找回我們舊底的節目來聽聽聽 好了今晚都事不宜遲了 我們今天有四部電影都跟搖滾樂有關的 顧名思義吧 我們今晚的第一部電影 其實也將會是 也將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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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電影 第一部電影 將會是 這一部 今年 上半年上映了 這一部 就是一部 初戀無限jam 這部Saint Street 這部Saint Street 這部Saint Street 就是說 這個時代背景 擺在1980年代的愛爾蘭 這個獨男 這個少年 Connor 搬到新學校後 經常被同學和老師欺負他 在不開心的同時 也找到音樂 作為男生的 不敗的位席 而且因為他們喜歡了一個 經常圖學做模特兒的 師姐 Lavina 於是 Connor 就有一個 idea 就是 決定組合這班 組合這班 組合這班 組成這隊 Saint Street 這個唱空街的樂隊 這支樂隊 是由一個 很自亂的想法來開始 其實Connor 只不過是為了令自己 可以 出人意表一點 可以學立雞群 又或者是想吸引Lavina的注目 這些想法來都是 很多 剛剛答清真爺的小孩子 都會想有的思維來的 最重要的是 Connor 其實本身 完全是不懂得玩音樂 不懂得玩任何樂器 只懂得聽 但是 隨著他對於音樂 和人生有多了解之後 Saint Street 這隊 樂隊 是越玩越大 其實John Carley 這個名字 可能 就這樣說出口 都未必有這麼多人認識 但是 如果說起 John Carley 之前有幾 有兩部作品 都相當之出名 就說 這個 Once 和Begin Again 我也相信 如果說這兩部 都應該 有很多人都知道 原來就是這個導演拍的 的而且 John Carley 他近年真的很喜歡拍一些 和音樂有關題材的電影 雖然 都一樣 其實這三部 都是有 一些 講初戀的愛情 但是 John Carley 其實很多時候 都給人一種 很 歡快 和 看上來的時候 都有點治癒的感覺 是 是的 那 特別這一套 如果沒有記錯 是說 有參考到不多不少 他自己 童年時代的一些經歷 所以寫出來的時候 是 那個真摯 是 那種真摯的感覺 是幾出的 另外我看的時候 想起 如果大家有留意Coconflap的話 好像在 兩年前 還是三年前 那時候 Tudor Cinema Club 就因為主音病了 而來不了的時候 就有一對愛爾蘭的樂隊 就來 做一個頂替 那對樂隊是 The Strips 那對樂隊其實 跟現在這一套戲 Sing Street裡面 的背景都一樣 是來自愛爾蘭 以及一群年輕人組成 其實我覺得 那個感覺是有點像的 當然裡面的曲風是不同的 但是 看的時候 如果你是 對這對東西 有一點點印象的話 可能你都會想起它 是 挺有趣的 因為John Carney 拍這些音樂類型的電影 其實就沒有什麼所謂 由這個現實 作為一個 現實有什麼真的樂隊 去做一個參謀 其實沒有什麼 都很多時候 都是原創自己的角色 以及一些故事 但是 也得而請 有些時候 會好像阿朗說 會令人想到 即是 聯想起一些 熟悉的 樂隊的 樂隊的感覺 是 而且John Carney的電影 就 他的故事 不外乎 都是一些 來來合合 以及一些 起起跌跌 嗯 今次見到 John Carney的角色 其實 即是 講講男主角的角色 其實是 就是 面對著一個 因為家裡 就 不單止搬家 甚至乎父母 都因為 婚姻問題 都罵到僵了 其實 家庭背景 都已經是 即是 對於一個 青春期的男生來講 是 算是有些負擔 其實都已經是 還有 即是 還有 這個背景 我都相信 有不少的 青少年 都應該有所共鳴 講的是 他搬到一間 新的學校的時候 是 被惡霸欺負 但是 其實學校裡面 最惡霸的人 就不單止同學 而且 最令人害怕的 就是 做神父 即是校長的神父 這個真的可以說 是惡霸之手 真的 我真的 也都 如果擺回背景 就是 因為說 愛爾蘭 其實愛爾蘭出了名 那些人都很粗暴 出了名 當然是 所以 其實 所以 這個男主角 Connor 成長 是 换場著很多 辛酸 和辛苦 但是 他 以一個 音樂 即一些 類似藝術創作感 來給自己一個位置 和成長 我覺得這件事 是 不錯的 而且他寫的音樂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 說出他現在 青春期這個階段 對於他 面對著現實的 一些不滿 還有 部戲 去到最後 其實是 主角可以說是 押上 整隊樂隊 大家都知道 剛剛都在說 他們是在學校裏面做樂隊 如果這隊樂隊有什麼事的話 他們是可以不用讀書 但主角 寧願是 押上這隊樂隊的前途 來挑戰學校的權威 其實在這部戲 你見到的 就是 青春應該有的態度 我見到的就是 還有 還有 最重要就是 對於 自由 和大千世界 一個向往和好奇的 這部戲裡面 兩個人 其實都不怕 說完 我覺得不怕說完 其實這部戲是可以 逃離了 愛爾蘭 其實是 走向一個 未知的未來 雖然 講到未來 你 沒有人能夠說完 到底是會怎樣 但是 你不嘗試的話 你永遠都不會知道 到底結果會是怎樣 所以 其實這部戲裡面 有很多 一些搖滾精神的體驗 我覺得是 注役得很好 其實這部電影 也是一個 青春 校園電影裡面 我覺得是 相當不錯的一個選擇 還有這部戲裡面 如果大家會看這部戲的話 其實 主角和阿菇的關係 其實也很值得去嘴著 但是 實情是什麼呢 我覺得大家都要留下自己看 好啦 今節 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不如先去歌吧 我們先選了這個 同樣都是來自 Saint Street 這部戲裡面的 原聲大碟裡面的 Drive It Like Your Story 好 歡迎大家 回到第二節樂器迷的時間 剛剛這一節 關於今年上的新戲 初戀無限jam之後 今晚第二部戲 我們 退後一點點 這一部呢 其實 也都是 跟近期有關係 因為 李安近期 那部《比利林欣》 我們本來都想做節目 但是 因為有些變卦 於是做不到 其實這一部 也是李安 在2009年的時候 推出的這部作品 其實反而就沒有 那時候 因為 畢竟李安拍完《世界》 也有很多聲音 很多聲音 但是問題是 不太知道 為什麼呢 搬到美國之後拍攝 都沒有什麼人不知道 這部戲出來了 都不算太好反應這部戲 那說這一部呢 就是這個 胡士托風波 《Taking Woodstock》 這部戲呢 就是講這個 胡士托音樂節的 其中一位 有份創辦的人 Elliott Tiber 的這個 傳記故事 講述這個故事 其實就發生在這個 六十年代尾 Elliott 就作為一個 很年輕的設計師 就 毅然 丟下了他自己 本身有的工作 回到他自己的鄉下 回家 打理他家的家族生意 為什麼家族生意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 在經營一間的汽車旅館 但是呢 其實 說真的 因為他鄉下 人煙本身 就已經不是很多了 尤其是 你想想 如果搞這個汽車旅館 其實生意不好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就是 為了振興去家鄉 當然 不只是振興家鄉 他自己的生意都要看著 所以 Elliott 借著自己 他自己本身也是 他自己 鄉下的一個 本地的商會會長的身份 邀請這個 胡士托音樂節的一個主辦單位 然後 找他們 過來 他自己 這個 鄉下的地方 來搞 為什麼他會邀請他來搞呢 因為 胡士托本身是一些 給Hipster的 一個大型音樂節 那時候是 本身是 選好了在Woodstock這個地方搞的 但是呢 後來因為 不記得什麼原因 總之 那個地方拒絕了 就說不再給他一個牆 那本身呢 是找了附近的一個 是 但是呢 那個地方都拒絕了 所以呢 Elliott呢 他就邀請了胡士托本身 那班人來搞這個音樂節 是啦 那但是呢 即是說60年代尾的這個 美國的那時候 年輕一代 因為那時候 聖啊 還有一些思潮方面 都可以在解放的 這個年代 所以呢 其實 所有鄉親父老都不是怕 有一個音樂節搞 而是 來參加這個胡士托本身 那時候 那時候的音樂節的人呢 都是一些嬉皮士 來的 即是他們覺得 這班嬉皮士 都會來到鄉下的地方 的佼佼鎮 所以呢 都不免有點擔心 的 簡單說一說 嬉皮士到底是 什麼 其實就是 一些 講得逐一點 是 當年的MK 哈哈 當年的MK仔 他們 但是他們背後 是有點抱負的 就是 例如 這班Hippies 他們那個 反戰的思想 是很流行的 就是很主張愛 和和平 是的 但是當然 也是另外一個 反面 可能 對於人家 鄉親父老 老一代人 反面就是 很豪放 是很豪放 就是剛才 Heany說的 一些 性 一些 例如 毒品 剛剛在思想開放 和毒品 剛剛興起的時候 所以 在那個年代 其實都有不少 老一輩是反對的 是的 所以 其實 鄉親父老這一點 很擔心 而且 Elliott 後來 也豪然 就是 將 胡士托 這個音樂節 設為 免費入場 大家可以不用錢 就可以直接來這個 鄉下地方 一起玩音樂節 於是 我想 大家都知道 有什麼免費的話 就很危險 這個世界又 令到 整個 鄉下的山頭 都可以說 逼到 水師不通 整條路都已經是 簡單說一說 其實套戲裡面 就說 Elliott 吸了大麻之後 自己在記者會 索索地說 公佈免費 但其實 真實不是這樣的 真實有個說法 就是說 因為當時 你搞了這麼大型的音樂節 其實你要 將外面 圍一些粉絲 即是 例如建一些很高的牆 鐵絲網 圍著整個音樂節 但當時 是蓋不及 還有這個 Ticketing booth 都沒有蓋好 所以呢 索性取消了 所有事情 其實都是 發生得很快的 是的 所以你根本沒有時間 去做一些 叫做 製作的事情 可以說 所以 可以說一團糟 第一年 這個護士託 因為這個護士託 這個音樂節 也是 第一年搞的 所以 其實 會看到很多亂象 這部戲裡面 會看到 好 那護士託 其實呢 在那一年之後 其實都 shut down了很久 一直都沒有搞 如果沒有記錯 是 好像80年代 忘記70年代 還是80年代 尾的時候搞過一次 總之是 好像是每隔一段 很長的時間之後 就會有人突然間 搞一個小的護士託 出來 但是其實那個 都已經不是 跟這個 有得比較 跟當時的護士託 已經是沒有得比較 是的 那 我也很想問 阿朗 看這部戲的時候 有什麼感受 其實是 因為我知道你 也是有份搞 近期一個很大型的音樂節 是不是 是的 的確看的時候 是覺得有很多事情很相似 不過 先說一些不同的事情 不同的事情 例如是 看這部戲 你會覺得所有事情 都是發生在一個 event period 裡面 但是就 把前期的工作 是削弱得很厲害 很重要的這部戲 因為本身沒有什麼前期工作 因為前期工作 真的做得很差 不是 基本上沒有什麼前期工作 可言 它已經是 你說的是 什麼period 再說一次 Event period Event period 已經包含了 這個 production period 其實他們 基本上是 做著搞的 其實是 是的 在這部戲裡面 其實 感覺 其實 有一個感覺是相似的 就是 所有事情你都會覺得 發生得很快 而且很亂 然後就會結束 這就是最真實的感覺 但是看的時候 其實覺得有很多事情很親切 為什麼呢 如果你在音樂節裡面做過的話 你會發現 背後有很多人是很相似的 例如 我其實一直看 我一直看 在Stanthal 被阿憲李說 這些人很像 例如 李安 他有一個 鏡頭 就是 在一個鏡頭裡面 分很多間 然後你會看到 很多很亂的事情 同一時間發生 其實這件事 絕對是 在音樂節裡 你會親身感受到的 一件事 你有沒有試過 在處理一件事的時候 那個call機 突然跑來 喂 你跟我說 有很多時候都會發生的一件事 我簡單說一說 有什麼人 你會發現 我發現是跟真實的一樣 例如是 有一個人會經常跟你說 他找不到那條鑰匙 這個是真的 因為當時我在音樂節 是負責鑰匙的 所以呢 那個人經常去找我 他說他找不到他的鑰匙 那慘了 不見了鑰匙就很麻煩了 是的 不是 被黑了 那沒事的 被黑撿到怎麼辦 沒事的 你在街邊撿到一條鑰匙 你不會知道是什麼 也好 這個也有些道理 還有一些 其實都是真實的 在胡思泰裡面 跟現在都會 我們的音樂節都會發生的 就是最後一秒才會掛指示牌 就是最後一秒才會掛 甚至開了show的時候 仍然是黏著的 如果你細心留意的話 不是啊 很多人都拿著牌 告訴我 怎麼走 因為是還沒黏好 所以才會有這種 才會用人力來做 是的 還有 要 賣衣服 或者賣merchandise 會有一班人在那裡掃 另外政府會突然走出來 在那裡煩你 不過政府這個我再補充多一點 還有一個 阿里安裡面 其實很多散的鏡頭 都可以表達到 音樂節發生的一些事情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很了解 例如是 搞手其實會踩著單車 或者電單車 在牆上走來走去 嗯 會自己一起去找木 去搭一些東西 嗯 拿著 walkie talkie 在那裡聊天 幫忙圍一些圍欄 然後 甚至在馬路上做指揮 還有是 整班人會一起很擔心天氣 會擔心夠不夠廁所用 還有整班人都很累 這些都是很真實的一些事情 那 我覺得可以多說一些政府這件事情 嗯 因為在胡適桌面 其實你看到政府的介入是很少的 他只是在開始的時候 突然間在中間走出來 跟你說 你這個不是合規格 你要改 不然我不讓你開始 政府在胡適桌面就是這樣 但是在香港 不是不是 那他會不會真的不讓你做 其實他阻擋不了 但是在香港就不同了 在香港其實是 早幾個月前 早三四個月前 已經政府是不停去煩你 不停叫你給資料 那其實好的方面就是 政府叫你給資料的時候 你的planning會做得好一點 是 但是壞的情況就是 政府真的很煩 因為真的很多 每一件事都會煩你 因為 因為你裡面經營很多東西 例如食那方面都要拿牌 因為如果沒有錯位 食的是每一個賣食的 他們的攤檔都要拿一個牌 每一個拿一個牌 是你幫他們拿牌 是 不是他們自己也拿牌 不是 是每一個都要幫他們拿牌 他們只是負責哪個位 他們只是 不是 你要 逼他們給你資料 哦 那這是很煩的事 那 所以 亦都會發生一些 是 有一些 食品供應員是不聽話的 那 然後 最後 我不知道大家 如果今年有去 那個音樂節的話 你會看到第三天 是有一個 食品供應員 直接閉嘴了 哦 因為發生了一些事 哦 但是 因為我也有去 我想說 第二天 真的是一個 很嚴重的情況 就是 下大雨 嗯 而且 剛好 溫度是跌了幾度 是啊 所以 其實 就是 一團糟 我覺得 整件事 當然也不是 就是 那 下雨 這就沒有人想的 但是 就真的 沒試過 要在泥林裡面 要到看show 我覺得是第一次 這樣說吧 說幾樣事情 第一就是 其實 下這麼大雨的時候 其實發現氣氛仍然很好 是 例如那時候 在後期看MIA 或者陳以貞的時候 仍然是很膚的 是 因為沒有這麼大雨 其實都已經是 前面那時候 但是仍然 看其他 就是中午那時候 仍然很多人 你會發現氣氛不是差很多 嗯 當然有很多人 會迫在瓦傘頭的地方 那這一定會發生的 那 另外 最大問題就是 水浸 那 作為搞手 在這麼水浸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沒有得去玩的 就是 要幫手去 找一些 car板 不知道大家知道什麼 就是 搬貨用的car板 是 給一些 攤檔 用來佔著地下 令到它沒有水浸 這個真的是陰公豬 我覺得 不過 如果你說下大雨這件事情 我 自己個人覺得 是因為香港還沒習慣 嗯 因為如果你看外國的大型音樂節 特別在英國 Glassonbury 人家是玩泥漿的 其實 如果 就是說 香港的天氣 就是 如果搞這個音樂節的時候 在夏天 其實我覺得 應該很多人都會樂意 玩泥漿的 問題是 那天真的 只剩下 應該是 我想十五 還是十四度 左右 所以 還要下雨 那種凍是會翻倍的凍 所以 其實我想 真的沒有什麼人 會有心情去玩泥漿 最慘的是這件事情 其實 不是不想玩 真的玩不到 不是 所以 其實可以簡單告訴大家 聽一聽 就是 在當日發生了很多急救的案件 就是因為低溫 低溫剩下 對 因為低溫的案件是突然多了很多 所以 的確是令到急救的需求很大 不過 當日也順利舉行 而且星期日是真的很好天的 這個是一個祝福 真是幸運 對 對 對 再說多一點 就是 在音樂節 這個 護士湯裡面 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 突然間很多人湧過去 然後 就迫到牆壁爆了 馬路 或者牆壁 到幾公里以外 這樣 這件事在香港是絕對不會發生的 是 一定不會發生的 因爲 那個Cloud Control 這件事 在警方眼中 是很重要的 特別 在中環 這麼敏感的地帶 大家知道 中環海賓堆開的那條是什麼路 是啊 那條路如果多人的話 是不行的 是不給多人 是啊 所以我第一晚看完書的時候 差點是走不了 差點是 因為當時 因為我被人摺著 差點被人摺著 我在牆壁下面走 是啊 因為 當時警方的規定就是 不讓 人群 在某條路出去 啊 這些真的 很多地方 都是 很敏感 是啊 是啊 特別是 那個牆壁 對面有一座 有一棵星的大廈 那棵大廈是很重要的 大家知道 大家都知道 是啊 而且最重要是 過了11點之後 千萬不要吵著人家睡覺 其實是10點半了 10點半 不過 那個 Paper上10點半 對 Paper上10點半 總之過了11點 千萬不要吵著人家睡覺 是啊 那說回一部電影 其實李安這部電影 就 小有地 其實一部很輕鬆很愉快 一部輕喜劇 那 剛才阿朗其實也有說過 就是阿朗 啊啊啊啊啊 李安是會用一些 幾條架線 在同一個畫面 用幾條架線 幾個畫面 去 間開同一時間 去 在這個籌備的過程 同一時間 幾個地方發生的事 那其實呢 都是阿李安都很 靈活地去運用 畫面啊 和電影的語言 去敘事 那這一點呢 如果熟悉電影的朋友 也都是 都知道的了 那其實 還有 這個故事的核心 其實 整個core 都是阿李安 經常都 就是 他的電影 離不開的一個舞台 就是講家庭 其實是 就是 這一部戲裡面 Elliott的角色 就是面對 其實是 其實是 他的父母 都是一些 有小問題的狀況 他這個困境 其實 大家看這部戲的時候 就會明白 如果我這樣說出來 其實沒有什麼人 會明白得到 還有呢 就是 家庭的關係 本身不是太好 而且搞這個 胡適托音樂節 也都已經是一個 很大的機會 將家庭的關係 會推到一個 臨界點的機會 但是呢 去到最後 其實主角 也都是回到 他自己 和家庭的成長上高 是 反而有所得著 但是 還有 阿里安有一點 很有趣的 就是他經常都 很喜歡說的 就是 在這個 Event Period 的一個過程裡面 其實主角 都自己可能 是不察覺的 但是 剛剛 阿朗也有這樣說過 就是說 整個 Event Period 是很快的 你覺得 時間過得很快 就是 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 過 就已經完了 其實都 但是呢 其實 對於 他自己的成長 一些的改變來講 是 在一個過程裡面 是不知不覺地出現了 其實 而這個 其實阿里安 都經常都是 特尊在這些地方 都很含蓄地留白 那這個其實都是 我 就是 這部戲其實 那個評價 有少 兩極的 都兩極的 因為 美國也有人覺得 這個 《胡士堂音樂節》 都是一個 文化象徵來的 但是 就是 比阿里安拍得好像 有少少 呃 含蓄得太 就是 覺得他拍得太 但是 對我來說 其實這部戲的氣味 其實都很重 當然 這個也是 東方人和西方人 看他電影的一些 就是 對於同一件事 不同的看法 這個我覺得是 那 如果今天 介紹到 這一部《胡士堂》 來到這一部之後 我們就 去 去歌先 去歌 就是 胡士堂 其實是 可以說是有史以來 最多人去的 一個音樂節 計算單日的話 應該是最多人去的 現在 四十幾萬 Garthenbury 現在最多單日 都是十七萬五千 如果沒有記錯 我真的很難想像 其實 到底四十萬 是怎樣做出來的 那 這個數量 真的是嚇到人 所以 有一隊 其實這隊 挺有趣的 就是 Radio Head的主音的 叫做 Headless Chicken 那這隊 有一首歌 叫做 I don't want to go to Woodstock anymore 那為什麼呢 就是 我不想再去 Woodstock了 昨天是泰式車 我不知道 Tom Yock 他有沒有去過 胡士拓 但其實有也不期 其實我覺得 可能他去完之後 才想到這首歌 嗯嗯 大家也可以 看看這個 封面上 比較年輕的 Tom Yock 對啦 好啊 我們先來講 第三部電影 好 歡迎大家 回到我們 第三節樂器迷的時間 那我們 現在第三節 說一些 比較上 這個 背景有點奇怪 話說呢 其實 我相信大家 今時今日 一打開收音機 就會 聽到一些 圓圓不絕的音樂節目 送上給大家 但其實 如果說回 六十年代的英國 其實收音機 是 只剩下一個 極少的時間 音樂節目 其實如果沒有記賽 背景 是不是剩下不夠一小時 對嗎 如果沒有記賽 好像四十五分鐘 好像 四十五分鐘的時間 原來真的不夠一小時 對 不夠一小時的音樂節目 所以 其實當時 當時的英國 是出現了一些 所謂的 Pirate Radio 即是 海盜電台的意思 那麼 這個Pirate Radio 就是 在公海範圍 就 以船 作為一間Studio 以及 電波發射站 是 24小時 不停 不停播歌 當然 做得這個電台 其實當然 就是一班 對於音樂 是非常熱愛的人 所以 這班人的瘋地線 也都 就是 其實 如果大家看這部 這部 出位樂人谷 是 Double Step Rock 這部戲裡面 這班船員 如果大家就這樣看 其實會覺得 在管理上 這艘船 是完全是一塔門 在管理上 是完全是毫無紀律可言 的一班人 但是 即是說 一班 一班 FREE RIDER 但是 聚在一起的時候 反而 在分工上 是非常清晰的 而且他們的主持風格 也是相當之 巴羅萬象的 所以 其實Pirate Radio 那時候 在英國民間 是非常出名的 那時候 當然 這一部戲 都要由一個主角 來做一個專線劇情 那 這個主角 就是 男主角 是 男主角 就 因為被人踢了出口 於是 想加入海盜電台 還有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因為 阿卡爾知道 他的親父母 就是在這艘船上 工作 說清楚一點 其實是 他媽媽叫他上這艘船 後來他才發現 他爸爸在這艘船上 不是喔 我記得他一開始的時候 找他爸爸 不是 OK 好 那 OK 再說一說一點 就是 其實 六十年代 那時候開始 其實搖滾惡 已經是 民眾的一個精神食糧 已經是 所以看這部戲的時候 大家都對於這艘船上高 的 搬落的一片 的景象 其實都會覺得 這個景象很像 烏托邦 是一艘船上高的烏托邦 當然 你說這麽大群人 還可以說是 藝術工作者 這班人 沒有衝突是假的 但是 當大家都有一些衝突 矛盾的位置的時候 其實 反而 突出了 音樂 是每個人 這班人 相處之間的 common language 是 嗯 剛剛阿軒用的字眼 就說 這艘船上很一塌圖 其實 老實說 我覺得這部戲裡面 很多東西都很混亂 嗯 不是不好看 但是很混亂 你是把整件事串起來 但是 劇情其實不太強 老實說 我覺得 特別 我覺得這部是純粹 真是播放開心的一部喜劇 是的 所以是純喜劇 喜劇來說其實是OK的 嗯 那 特別 如果你說剛才說 有一個主線 男主角那裡 其實主角那條線 是真的很弱下的 老實說 都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所謂 沒有都可以的 甚至是沒有都可以的 可以沒有轉線劇情的 這部戲 畢竟都是 啊 可以叫聲光一一粒的 這部戲裡面 很多很多很有名的演員 都 英國演員 都已經在這部戲裡面 禁制 幾乎是 是的 那就是 還有這部戲呢 也都 就是我 看這部戲也覺得很開心的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這部戲其實都體現了一種 搖滾樂的精神 就是 不畏強權這一點 我覺得是 那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就是當然 那時候 剛剛都說 這些Pirate Radio 是 在民間是很受歡迎的 那當然英國政府都知道 這個電台很受歡迎 但是受歡迎呢 那當然也不代表是受政府歡迎 那所以呢 其實政府呢 會注視和打壓這些Pirate Radio 那甚至乎是想千方百計 去消滅這些 這些那麼出位的電台 那 那 雖然這部戲都很續很歡樂的 但是其實這部戲 帶出來不單止是一種 剛剛都說是不畏強權的一種精神 其實也是對於 自由這一點 就是自由分享這一點的一個 向往 其實這一個也是我們 現在經常都在說的一種價值觀 那其實這隻Pirate Radio 它都有based on一個真實的本體 那如果沒有記載是叫做Radio Caroline 剛剛剛剛那集 最開始 阿牽利也有展示了一張照片 是啊 當時在英國如果沒有記載是有 就是那個 Pirate Radio的數量是多到 六百多隻 是啊 是很多 六百多艘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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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艘 當然是有的 有的有的 特別是這間網上電台 是這麼容易的時候 是啊 很容易有Pirate Radio 如果大家在嫌電台播的歌 是太主流太軸的話 其實很多 因為現在Pirate Radio 在地下電台播 也有很多非主流的作品 一些樂隊在介紹 所以其實 這個叫做副產業 其實一直都在存在著 是啊 但是很多你說的Pirate Radio 都轉了做網上電台 是 但是老實說 現在在英國的電台發展都很發達 你要找什麼類型的音樂都有 你只說BBC BBC Radio 1 2 3 4 5 它已經是不同的音樂頻道 BBC Radio 1 1 最受歡迎的 如果沒有記錯 裡面的DJ 其實有部分 在當年 如果沒有記錯 都是由Pirate Radio走過來的 嗯 正如一套戲裡面 也有一個 金牌DJ 他也曾經在Pirate Radio 過了當作一個正當的電台 然後再回到Pirate Radio 打救了整個Pirate Radio 對 這個真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這個故事 所以這一部Pirate Radio 都相信 其實都相當之容易找的 如果大家都想看一部輕鬆的喜劇 我真的絕對推介這一部 出唯樂人曲 是一個不錯的 是 對 介紹完這一部Pirate Radio 之後 我們就去一部歌 先 我們選擇了的就是 David Bowie 的一首非常出名的作品 就是Let's Dance 亦都在這一部電影裡面 是作為一個插曲 其實如果大家都想聽一些 很流行的搖滾樂的話 你看看 這部出唯樂人曲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來 真的有很多歌聽 可以說是 好 那我們去一去歌 先 好 歡迎大家回來 我們今晚最後一節 樂器迷的時間 我們今晚最後一節 我們就說 最後這一部戲 和前面幾部正規的劇情片 有點不同 這一部就是 英文名叫 This is Spinal Tap 香港的這部戲的戲名叫 四大癲王 有什麼叫Spinal Tap 為防大家看不明白這句 英文是什麼意思 如果直譯出來 就是腰椎穿刺的意思 但是 這麼弱智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弱智的名字 大家可以看這張醫學圖 大家知道為什麼腰椎會穿刺 就是可能抽隻水之類的 這個動作就是 叫Spinal Tap 但是當然 Spinal Tap 這部戲是什麼 就是 其實就是 這支樂隊的名字 這隊樂隊 Spinal Tap 這隊腰椎穿刺 其實當然 就不是真的 在當時 因為這部戲是1984年出的 就是 在當時 這支樂隊 就不是真的存在 但是 就沒有人知道 這支樂隊 不是 就是 大家都以為 這隊是真的 所以 這部戲裡面的導演 Bob Griner 這部戲裡面 其實扮演了 戲裡面的紀錄片導演 就嘗試跟著 Spinal Tap 這隊樂隊 一起活動 就是 用這個紀錄片的形式去見證 他們 出新碟 以及 做Live演出的 一些新宣史 這隊 Spinal Tap 看上來的時候 都可以說 是 呃 非常之哈魯的一隊 可以先講一講 這隊 會有什麼奇怪的事情 在這隊隊裡面發生 就例如 他們 就是一隊樂隊裡面 不是只有 主音 吉他手 Keyboard 還有一個叫 Drum Drum 就是鼓手 但是 這一隊樂隊裡面的鼓手 是不知為什麼 永遠 其實換了幾個 為什麼換了幾個呢 就是 他們鼓手是 很克制的 每個都是慘死的 每個都是 例如 在 台上 炸死 在 喝大了之後 會嘔 被自己的嘔吐物 疼死 也有 據問 不是自己的嘔吐物 哈哈 有這麼說 是啊 就是 不是被自己的嘔吐物 疼死 所以其實 做這一隊樂隊的鼓手 已經是很克制的一件事 非常有趣 還有 就是 每一隊樂隊 都當然 都會有一張專輯會發行 但是 他們 有一張新碟 叫做 smell the groove 就是 索一下對手套 的意思 但是 這一張專輯發行 就是因為 他的封面 太過受爭議了 他的封面 他的 idea 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女人 躺在那裡 真的擺 手套 給他聞的 這張照片 這個動作 但是因為唱片公司 覺得 這個封面 實際太挑釁性 太攻擊性 於是 而且 這班人 是不太知道 這些東西不能播出 他們堅持 於是 最後 成品就是 一張全黑的封面 封面套 這個已經是很膠 這兩個東西已經很膠 還有 作為樂隊 要演出 他們樂隊的演出 是不停地被人撕 的 他們是不停地縮水 還有他們真的有表演的時候 是會跟觀眾玩東西的 即是他們故意 遲一點出場 鬥遠一點路 還試著在後台當失號 這些 很低能的東西 即是想玩觀眾 但怎麼知道 玩回自己 甚至乎是一些 舞台上高的設置 都因為一些黑漆的情況 是經常都被觀眾恥笑的 這隊 所以其實 這些 這些 這些交易都算了 還有 其實每一隊 很多時候 這隊為什麼會散 就是一些內部的人事衝突 所以 人事衝突 這件事 也會令到 這隊Spinal Tap 這隊樂隊 是不停地走下坡的 導演Bob Reiner 以一支假的樂團 去嘗試 帶大家去看看 這個音樂圈的一個通病 大家都知道 如果混合娛樂圈 這件事 都會看到一些 虛偽 以及一些 不擇手段的 動作 都會在裡面出現 當然 這部戲 因為其實你用一個 藝紀錄片的方法來包裝 還有 其實 他每一段 黑漆東西 其實那個喜劇感 就是那個喜劇感的 設置都是非常之強的 所以其實 大家看的時候 都很難 忍得住不笑的 其實這部戲裡面 有很多膠位 嗯 那麼 作為一個 完全是Fiction的一隊樂團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音樂都OK 老實說 因為其實他們 記得 Bob Reiner 還有 部戲裡面幾位主角 真的自己下手寫的歌 是真的 是真的自己寫 所以 其實都可以說 在製作上 是真的 下了很多心機 我看的時候 其實完全不關事 但是我想起另一隊 Fiction的樂團 就是 岩井俊二作出來的 Lily Chow Chow 哦 其實都是一隊 Fiction的樂團 但是那些音樂都是OK的 其實兩種都是不同曲 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不過是 作為Fiction的樂團來講 我不知道他背後有沒有 什麼 reference 或者他背後有什麼 寫手 但是真的很用心 對 很用心的 這個就是 要讚賺這個 製作上高 是真的用了很多心機 還有 挺有趣的就是 在當年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什麼 叫藝紀錄片 所以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有很多人 是真的 看完這部電影 去找一隊樂團 叫做 Spinotap 當然 是無功而還 因為這隊樂團 是真的不存在 那時候 但是呢 有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其實在92年的時候 劇裡面這幾位主角 是真的組成了這隊 Spinotap 是相隔了多少年 八年 八年 八年之後 他們真的賣了一隊 是整的一隊 Spinotap 是到處巡迴演出的 是真的有反應的 所以這部電影 其實不單止是一部 給大家看一部 一部娛樂圈百態的一部 喜劇的電影 而且也是 一部 嘗試由Fiction 走回真正的一隊樂隊 是挺有趣的故事 Lily Chow Chow 其實也有 後來也有 我記得是有開演唱會的 我想問 Lily Chow Chow 的主角是誰 我忘了 我真的忘了名字 我嘗試找一下 但是是女生 我肯定 剛才說 在電影裡面 有說到娛樂圈的百態 有一件事挺有趣的 這部電影最後 Spinotap 是在日本出名的 它是靠一首歌 我覺得好像是即興的歌 那時候 在日本出名 然後打入了榜 然後在日本開演唱會 然後在日本重組 我覺得挺有趣的 其實 現在有 有兩類的樂隊 現在類的樂隊 其實真的在本台混不上 在日本混不上 其實有時候電影也是這樣的 有時候 你在本地沒有人上升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你在外面打一個白甲鑽 就會有很多人認識你 是啊 日本的音樂市場 是很奇怪的 特別是 現在仍然是全球最大的 一個實體唱片的 一個銷售國家 就是在這麼多個地方 在美國 香港 甚至世界各地 很多已經轉了做電子化 例如 非法下載 或者是一些正當途徑的 購買電子音樂 但是實體唱片來說 是很少會看到一個國家 開一些唱片 幫它乘航乘舍 在日本 例如你看到 TOW Records 在全世界都整理了 在日本是可以做得很大 H&V 在日本也是做得很大 Tutaya 甚至是日本 就是日本其中一間最大的 一個唱片業的 中流底柱 看到其實日本人 還是很堅持 是買實體店的 是啊 不知道為什麼 在香港 CD是賣不到 反而在其他地方 都是黑膠復興的 賣到 在日本不是的 在日本 CD啊 黑膠啊 總之你們實體的 就很容易賣得出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是 這個文化現象 挺有趣的 這個文化現象 我覺得在一套戲 那套戲是哪一年 1984 84年開始 到現在 都是日本唱片市場 都是這麼奇怪的 哈哈 是一件好事 但是是好事 而且 作為一個製作人 一個藝術 都想自己做的心血 真的 可以拿得上手 希望都是這樣 因為數碼法 有時候 一件不好的地方 就是 只不過是 在Hard Disc裡面 霸佔了幾個圖 但是 甚至 雲端不用霸佔了 現在 是 但是 實體的 我覺得 始終有它自己的好處 所以 其實這一部 四大天王 其實 有一部香港電影 都是以 有機會 最差一差 都可能是 借鏡這部 就是吳彥祖 那部 四大天王 都是說 他那隊 Alive 那時候 四個埋班組的 一隊樂隊 玩謝香港傳媒 那時候 這個 都有可能是 reference 從這部電影 所以 其實 Spinal Tap 這隊 說真的 很膠 他們所有 由這隊樂隊的名字 做到他們作的歌 甚至 他們所有的細節 都很膠 但是 其實文化影響 其實 這部電影 可以說是 所以 其實 今集 我記得 三年前做到這個 這個題目 也說過 搖滾不單止 是 把這個 Rock and Roll 說出口 其實 搖滾是一種 反叛的精神 象徵一種反叛的精神 也是 不斷嘗試 開拓一些新的領域 這個 其實才是 搖滾樂的精神 所在 可以說 希望 各位聽眾 年輕人 都可以 有興趣 看這幾部電影 也都可以 啟發到 你們心裡的 一個小宇宙 可以說是 所以 今晚的節目時間 來到這裏 我們下個禮拜 其實 我們 今個禮拜 也是 我們下個禮拜 也會嘗試做一些 音樂題材電影 我們今個禮拜 做完搖滾樂之後 我們下個禮拜 就試一下 只是做一種 是 就是 Hip Hop Hip Hop和Rap 是 其實是同一件事 不完全是一樣 其實對於我來說 差不多 我這 比較上 局外一點點的人 眼中 對於我來說 Hip Hop和Rap 是 接近同一類東西 但是不一樣 好 其實我們下一集 就是講Rap這個類型的音樂 將會講三部電影 先講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那時候 非常之出名的NWA 這個組合 還有這個 第一部電影是 《衝出匡武盾》 《Straight Outta Compton》 第二部就是 全世界最出名的Rapper 自日 對 最出名的Rapper M&M 第一次登上大人幕 就做主角的這部 《百里功勞》 還有 如果講Rap的話 真的不能不講一對 本地非常出名的 組合 就是 LMF LMF 在以前 也有一部 紀錄片 叫做《大里》 就是講這對 LMF 每一位成員之間 成長的故事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 聽聽 Rap的故事 Rap的電影 是怎樣 千萬不要錯過 今晚的節目時間 講到這裡 我們今晚最後 會送上 《Spinal Tap》 裡面 剛才說了一首 挺即興的歌 其實叫 《Sex Farm Woman》 那首歌 是 我 真是覺得 那些歌詞挺有趣的 它是 將 一個 男女的性愛 把它比喻為 好像奸田 那樣 然後 它的歌詞 挺 挺 賺鬼 對 我想說 他們這班人 雖然都是演員 在部戲裡面 但他們都挺有才華 寫這歌 所以 他們的想法是很膠的 但寫出來的東西 是很有文有老的 沒錯 真的很棒 今晚的節目時間 講到這裡 各位高中晚安 拜拜